目前台灣疫情是急劇升溫了 英國媒體也提出警告了 再強調一次 這是英國媒體刊登出來的 提出了警告 他說台灣沒有超前部署 今年夏天恐怕會爆發 前所未見的死亡率 這整篇報導主要是由 英國每日電訊報來報導了 標題就寫著 台灣正面臨垂直感染軌跡的可怕前景 而且他說今年夏天 前恐怕會引爆前所未見的死亡率 好 那這則呢 這個內容是由誰來撰寫的 是由這一位旅居台北美籍計算生物學家 他就是尼承志 他特別 他講的話很直白 我唸完給大家聽 我有點擔心他會不會被出征 你看他說 台灣面臨Omicron疫情沒有及時宣導 以及超前部署 而且他說台灣且戰且走 做出的政策讓人們困惑 目前他也說篩檢量人正在被超越 醫院也開始顯示不堪重負 他認為浙江意味著可能有很多人不幸死亡 好 他講了這個話是有點擔心 他會不會被出征 當然目前為止我先不管他會不會被出征 但目前台灣疫情確實很嚴峻 尤其雙北來看到新北市累積病例 現在已經超過10萬例了 為什麼新北會爆發這麼多 除了他們人口密集之外 另外一個部分台灣自然免疫不足 另外還有長者75歲以上的疫苗接種率的 並不普及 普及程度也不理想 所以才會造成確診不斷的攀升 當然這整個疫情爆發 但是現在台灣有很多的亂象 包括了這幾天不管你走到哪裡 就看到很多人大排長龍在搶買快篩 此外還有很多人排著長長隊伍 要等坐PC 急診室被擠爆 好 那當然對此台大公衛衛生學院的院長 詹長全他也特別提到了 他其實他說 其實新加坡一年前就已經開始慢慢轉型了 他認為台灣防疫有兩大缺陷 包括了沒有提供足夠的兒童BNT疫苗 台灣的兒童BNT疫苗還沒進來 可能下週會進來 可能 另外他也強調了 台灣沒有提前強化醫療體系 等到一切事情爆發之後且戰且走 然後指揮中心再來想辦法 就是這種現況 我們所有人目前面臨的 就是這種情況 另外來關注的是香港 香港也受到了疫情的影響 兩年多以來 他們少了很多遊客 但目前香港的政府 他們希望能夠來推廣觀光 港府積極在維多利亞港的兩岸 打造了海濱長廊的休閒空間 香港耗資200多億台幣 在維多利亞港兩岸新建13個優化海濱項目 新落成的包括有水上運動主題區 以及東岸公園 這裡最大特色是伸出圍港的 百米長防波堤 原本是原岸海底隧道的抽風口 採用猶如風帆的流線型設計 成了民眾的打塔點 也可以360度的欣向無敵海景 躺著坐著站著 這裡也是欣向日落的好地方 公園24小時開放 遊園可以觀賞到香港日語夜不同的景致 園內其他空間有草坪以及玩滑板平衡車的地方 這裡有另一個打卡點 維多利亞港英文大致的藝術裝置 名為香港之光 是比賽的得獎作品 晚上亮燈之後也有不同的效果 疫情之下 香港人少了逛商場 多了到戶外空間透透氣 香港正以分段方式 興建這種海濱收閒空間 最終維多利亞港將會有長達25公里的海濱長廊 以上是週五香港記者李敬華的報導 水晨抗菌液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律酸水 所以是溫和不刺激 所以是沒有殘留沒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會刺激你的肌膚 小朋友孕婦都可以用 我們可以到快點購來購買 也可以輸入燕營的推薦代碼 CTI我發發號可以有折扣喔